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优秀毕业短片单元 雅典动画电影节动画短片单元 比起片子本身的完成度尤为令人称道的 是这三个学生的勇气 他们触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敏感禁区 短片开始 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在操场上玩游戏 有的围成一个圈圈 玩丢手绢 有的三五成群 追逐嬉闹 有的两个大半 拍着皮球 也许是身体不舒服 有个女孩没有出去玩耍 她留在教室休息 不时趴在窗户边 看着同学们玩耍 大概 她也是想出去玩的吧 这时 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 她一步步走向女孩 并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 女孩看到她之后 便一直低着头 似有恭敬 更有畏惧 看得出 她并不是个陌生人 女孩依旧低着头 男人慢慢地向她靠近 一只手轻轻敲击着桌面 然后 从指尖开始 原本白色的部分 逐渐被黑色侵袭 男人伸手抚摸女孩的头发 黑色也开始慢慢包裹着女孩 与胸前的红领巾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女孩瑟瑟发抖 双手攥住裙子 而那双黑手并没有就此打住 仍然在继续深入 继续深入 黑暗过后 男人不见了 女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桌上 好像多了一块糖 糖纸打开 她却慢慢变成了一只眼睛 女孩似乎定在位置上一样 没有任何举动 同学们来来往往 课上 规规矩矩坐在课桌前 课下 三五成群的街队玩耍 明明同在一个教室 却仿佛是真两个世界 书包 对她张开了血盆大口 街上的人群 变得灰暗扭曲 连汉寺安全的家 也好像充满一只只窥探的眼睛 还记得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三种颜色吗 有人对孩子说 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 能一直伸到你家里 这才是真正的梦魇 这一只只眼睛 是遭遇心害后难以愈合的伤口 是来自他人的无情刺穿 也是来自周遭的种种眼光和种种声音 无处不在 直处身心 试图逃离伤害之后的 二度伤害 最痛最折磨的 莫过于此 最初做这个短片的契机 源于雷雷在早期剧本课时 被儿童性侵案件深深触动 想做一部有关儿童性侵的作品 作为情绪圈泻的窗口 在了解过会 沿着剧本后 杨宇润 杨子骁也决心加入进来 三人分工明确 分别负责导演 人物动作和动作采集 上骰部分 基于此 才有了这部主题鲜明 完成度非常高的会言 三人一致认为 对于自己的毕业作品 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是反映社会现象 可以是严肃的 尤其 它不是虚构的故事 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现实 从三种颜色到台湾女作家林一涵自杀 她们一次次敲显了锦中 绝大多数的儿童性侵案件 都是熟人作案 普通的病 划伤 病毒驱散了 伤口愈合了 结痂了 脱落了 也许就好了 而儿童性侵 却可能是纠缠一生 也挥之不去的幽灵 更可怕的是 有时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受到了侵犯 或者她们羞于其耻 选择沉默 直到终于掩盖不住 才被发现 因为 也许根本就没有人 认真告诉过她们 性是怎么一回事 而 身体哪些部分是敏感的 哪里到哪里是除了妈妈 其他任何人不能碰触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会掩子木之后的彩蛋 在儿童性侵案件中 不只是女孩 男孩子也可能是伤害波及的对象 性这个字眼 在很多中国家长看来 是尚不得排面的 仅仅是一个 我从哪里来 也会让家长发难 大人们总觉得 哎呀 说什么说呀 以后孩子长大了 自然就懂了 而当孩子们大一点 学校在讲授性教育知识 的时候 大部分学生的反应 仍然是难以启齿 面面相去 然后哄笑 再到后来 搞得老师也不好意思起来 不是一带而过 就是书本一扔 大家自己看吧 有些家长 看到性教育课本之后 甚至还会被吓到 这是不是太露骨了 种种窘境 造成我们国家的性教育 普及度低的可怕 有些孩子自己好奇 就背着家长在各种网站 不良渠道上了解 结果反而引发了其他后果 大人会言 孩子自然也会觉得污 而根本不会觉得 这其实是人成长阶段中 最正常不过的生理常识 性教育其实不用遮遮掩掩 越是透明 孩子学得就越坦然 这不光是为了告诉孩子 他们从哪里来 更是在让他们早早的学会保护自己 要拒绝 不要沉默 当沉默的声音越来越少 黑暗 自然无处遁形 好 谢谢大家